Hi everyone,我是Kennie King 欢迎收听尬聊音乐 今天在介绍歌曲之前 有一件事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起来很惭愧 上一集我在节目上才大大的跟大家呼吁说 骑车要小心,不要抢快啊什么的 结果今天早上要去上班的时候 因为有下雨 我才想说今天下雨 那我骑慢一点好了 所以我全程几乎都是50级左右 结果我要停到某一个红绿灯的时候 我甚至 脚都要放下停车了 我就滑倒了 然后整个后照镜摔破 然后右脚脚被两个动 超高 我时初那时候大概才30 40吧 就我摔下去的瞬间 我脑中真的是 傻眼 就是我有100个问号 里面最大的那一个就是 哇这样也能摔哦 而且我再摔下去前几秒 我才遇到一台机车 就是又是那一种 钻来钻去 钻缝钻来钻去的机车 然后我被钻过去的时候 我心里才想说 哇好可怕哦 那我再慢一点好了 我就是保持跟我前面 我右前方有一台机车的速度一样 那我们就跟着一起走 就是这个车流速是这个 大概就是40级左右 30级40级左右 因为车也是蛮多的 所以我就想说 不然我就保持这个速度 跟着前面 要保持一点行车距离的安全 结果 我摔耶 而且更离奇的是 就是因为呢 我是看到黄灯 然后压刹车 才摔下去的 那我前面那一台机车呢 它跟我一样 要停那个红绿灯 它比我前面哦 但是它安安 照理来讲 它应该会比我急 就是如果我看到 我们两个人看到 黄灯的时间是一样的 它距离红绿灯比较近嘛 所以它急刹车的几率 是比我还要大的 但是它安稳的 停在那个停车阁上面 然后我就摔了 很可怕耶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去年的11月 也是11月 我永远记得11月27号 我就在忠孝桥上面大摔车 那一天也是下雨天 时隔一年才差 好三天 我又摔车 我这个摔车 平率是不是有点太高啊 我承认去年那一次 真的是有点杀不住 因为忠孝桥 三重往万华 就是新门定的那个下坡路段 老实说五十真的跑不掉啦 因为如果又不是 我那时候是下午三点多 又不是什么尖峰时刻 根本就没有什么车 然后又遇到 主要是下雨 遇到黄灯 我好死不死 当时我刚好 按刹车的时候 我骑在那个白色的箭头上面 就是地板上白色的那个箭头上面 我就等着就是飞出去 因为我真的来不及 就蹦 但今天这个 三十几四十耶 结果跌得很无奈 而且我前几天才在烦恼的时候 哇我这两个心情有点太忙了 就是回家都没有时间录Podcast 结果 不要有这种念头 因为我早上摔车 我就跟我主管讲 然后主管就说 因为他问我在哪里 我说我现在在医院急诊室 就是在 其实人没有怎么样 好险啊 我觉得好险都是在下雨 也不能这么讲 因为下雨天 所以会穿雨衣 然后天气冷又薄很多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脚背上的伤而已 因为我穿 因为下雨的关系 所以我穿拖鞋上班 所以就只有脚背上有 就是那种磨破皮 那其他基本上 膝盖有一点红肿 就是摔下去有红肿 那后照镜 我下午去找车行的老板看200块而已 所以 整体来说人没有怎么样 然后可以请一天病假 但我要看一下我的脚 因为我的脚目前感觉是还好 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太能 不太能弯啊 就是我的脚背 脚踝那个地方 不能 不太能往上弯 所以我比较怕明天 我的脚踝可能会肿起来 如果照 这个趋势的话 因为我往上弯就会痛了 所以 唉 明天不知道 可能又要再请假了 就是 大家起车还是要做 我觉得我很注意安全 而且我今天出门的时候还想说 哇 下雨天 骑慢一点 这是50 我从头到尾都是50 左右 真的是左右 够慢了吧 因为我就觉得 雨天不要抢快 但我还是帅 而且 我给车行的老板看过 我一直觉得是不是我刹车 或者是我的轮胎有什么问题 那老板就说 真的没有问题 因为我的轮胎 不到半年前换的 后轮是不到半年前换的 前轮也在 年底 年初的时候才换过而已 所以这样看 看起来都蛮新的 就是胎痕很深 对啊 所以 不知道 就是 好险啦 好险我的人没有怎么样 车子也没有怎么样 没有到 没有让我那种 大喷浅的那种感觉 但 如果大家 有自摔 尤其是在上班途中 或是下班途中 自己摔车的话 或者是有出车货 告诉大家这个SOP 好不好 就是因为有保险可以申请 那就一定要报警 因为会有警察的那个三连单 如果你是要跟 如果你是要跟公司的劳保申请 这个保险理赔的话 那就是要报案 然后跟警察申请 被案 就是报案的三连单 然后 到医院的时候呢 如果你的伤势很严重 那就是 如果很严重的话 一定要回诊嘛 那就是到最后 每一次回诊 就是收据都要拿 如果有领药的话 收据都要留着 然后 最后一定要请医生 开诊断证明 那诊断证明 也最好就是开两份 所以有些公司 可能会需要 那如果你自己有 保险理赔的话 那你的保险业务员 也会需要这一份 诊断证明书 没有错 所以大概就是 诊断证明书 然后领药的收据 看你花了多少钱嘛 然后再来就是 被案 就是报案的三连单 警察会给你 就说 他会跟你说 如果有保险的话 这一张就拿去使用 这样子 对 我觉得我已经 两次都摔出一点心得了 去年真的是懵懵懂懂 摔车当下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是旁边的人 帮我报警的 就是帮我叫救护这个 帮我报警 我觉得去年摔得比较严重 因为时速比较快一点 又在下坡 然后今年 今年我真的觉得 我只是 我很像站在原地 然后往前扑倒这样子 的那种感觉 那种时速很慢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摔 重点是我去年 下坡这种路段摔啊 我的后照镜都没怎么样 我今年只是这样 碰 后照镜直接破掉 破掉 直接留在那个拨油路上面 我觉得 唉 不知道 感觉是有点衰啦 我室友都跟我说 你这几天 就是找个时间交好了 要去大庙走一下 过个孕 因为 我上个月 就被那个临时的那个 测速照相 照了两张 所以我朋友就说 你最近是太衰了 然后一定有什么车官 才会导致你这样子 啊 好啦 算了 算了 反正就是 下雨天 大家要小心啊 然后 我 我朋友原本还跟我说 不然你就趁今天下午 因为我的银行 我的户头 有点问题 要去银行 但是因为上班时间 根本就没有时间去银行 然后他说 不然就今天去 骑车去银行 把事情办一办 然后说 外面雨好大 我好怕 然后我就休息到 下午 我就觉得 嗯 好啦 今天也是休息了一天 好像有一点时间 不然我们就来录一个podcast 就好了 是不是他还会利用了 没有这一帅 podcast真的难缠 生不出来 所以呢 回归正题 我今天要介绍的 我今天要介绍第一首歌曲 来自好久不见的 南全妈妈 其实说好久不见 也有一点不太对啦 就南全妈妈 从2004年第一代到现在 总共经历了五代的成员 那其实他们 经历了五代成员 到现在其实一直都没有解散 所以其实说好久不见 有点不太对 但说好久不见 其实蛮合理的 因为大家最熟悉的 其实就是第二代的团员 分别是 Lara 梁心仪 蛋头 张杰 还有宇豪 那这一次的回归呢 主要的 就是第二代与第一代的团员 那第一代的团员分别还有巨炮 跟Gary 盖瑞 那六位成员呢 带着全新的单曲 我回来了 回来了 带着单曲我回来了 回来跟大家见面了 南全妈妈真的有很多当年 红到不行的歌 我就随便举例就好了 好吧 上次有几首 怎样的雨 怎样的夜 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 下雨天 对不对 还有 What can I do 我爱你 可不可以 你也很巧的爱上我 What can I do 然后还有我小时候 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做 破晓 怎么唱 泪光柔和烈交扬 轻声正拒绝着伤 而我在等待破晓的说话 都是回忆 都是回忆啊 而且这几首歌 刚好呢 都是第二代成员的作品 我觉得啊 大家真正认识南全妈妈 也基本上就正是这个时候 这个时期这样子 那这次呢 睽違十二年回归了 也就是一二代的团圆 我这边大概跟大家 好 稍微的带过一下 这段时间 他们都在做些什么好了 那首先张姐呢 可以说是 改变最多的一位 变最多的一位 完全是健身狂魔啊 就是 近期身材变超好的张姐呢 其实在离开南全妈妈之后 丹飞发行了自己的个人 两张的专辑 分别在2010年跟2012年 但是成绩不尽理想 那因此呢 她还途中消沉 消极了好一段 好长一段时间 然而在17年 张姐开始接触健身之后呢 一练就练到现在 现在她已经40岁了 身材还是好到不像话 那甚至在19年的时候 还有参加健美的比赛 而且我觉得她参加比赛很 很厉害的地方叫自然组 大家知道自然组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吗 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真的是要练到那种 哇塞超好看 超大只的 基本上 健身界的这些选手们 大多数都有打药啦 都会有用药的这种习惯 让自己的乳酸堆积啊 或者是肌肉线条更好 更容易练得到那个样子 那自然组呢就是 他们就是纯健身 靠饮食靠健身 没有任何药物的帮助下 去比赛的 所以其实呢 自然组里面呢 拿到第二名的好成绩 真的很厉害 代表她真的练得很好 那这次回归之前呢 张杰基本上都是退居幕后 一样是在做音乐 那今年更与健身界的大前辈 豪哥 许家豪 共同创作一首单曲 叫做找不到 算是一位虽然不常曝光 在荧光幕前面哦 但是还依然 胡乐于音乐圈的一位团员 那大家也可以搜寻一下 她的IG 完全不吝啬分享 好身材的她 里面有一大堆 真的是一大堆 让大家大包 大薄眼福的养眼照片哦 那接下来的第二位成员呢 也就是第一位离开 应该说第二代里面第一位离开的 Lara 梁欣仪 那她呢 就是完完全全 活跃于荧光幕前的团圆 到现在 09年她单飞离开南全妈妈之后 到现在陆陆续续发行了 五张的专辑 但当中这五张还有包含一些数位EP啦 那之后也有蛮多的单曲 那Lara不止唱歌 她还有演戏哦 电视作品呢 有给爱丽丝的奇迹 电影作品有明日之星 那还有音乐剧小时代 在里面饰演的人物是顾李 那甚至在2011年上映的魔法奇缘 当中的乐佩公主中文版 就是Lara配音的哦 而且这些作品呢 除了小时代音乐剧之外呢 她基本上都是担任女主角的这个位置 算是没有在闲着的啦 就是从退团到现在 真的没有在闲着 那接下来呢 是雨豪 雨豪离开团体之后呢 有先成立另外一个团体 叫做小宇宙 那之后呢 还创立了自己的钢琴品牌 叫做秘密音乐 最酷的是 像张姐一样 雨豪也找到自己热爱的运动 马拉松 那甚至呢 更成为演艺圈最快速的艺人 怎么说呢 她的半码记录是 一小时28分钟 全码记录是三小时05分钟 真的很厉害 我真的觉得啦 就是 我们真的要找到自己喜欢的 至少一项运动 是你平常时期可以一直做 像我上一集讲到的 想要健身啊 或者是打雨球 不管 我觉得运动真的 有差 而且 找不到它的坏处 你知道吗 就是它真的是对身体很好 你身体不动 当然有一天就是会坏掉啊 会生修啊 一样 所以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 真的很好 也呼吁大家可以 不一定要健身 不一定要跑步 但至少有一个你喜欢的运动 可以让你在平常时候 可以持续去做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再来呢 是第一代的成员 盖瑞 Gary跟巨炮 那两位团员呢 在离团之后 持续的为周杰伦效力哦 就是 原本就是周杰伦 御用录音师的盖瑞呢 也在近几年 周杰伦的很多首作品当中 都有合作 合唱 像是《我要夏天》啊 《流浪诗人》 还有四年前非常红的 《等你下课》 那巨炮呢 退居幕后开始担任了 周杰伦巡回演唱会的 音乐总监 那再来就是弹头啦 弹头是元老级的 男权妈妈成员 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其实男权妈妈一二代 算是周杰伦一手缔造出来的 六个人全部都是音乐器材 有周杰伦的学弟啊 周杰伦的师妹啊 周杰伦的录音师 周杰伦的音乐伙伴 周杰伦的球友 会创作会制作 会录音还会唱歌 那也创造了当年很多的记录与回忆 这句大表性的 就像我一开始唱的那一个 下雨天了怎么办 我好想你 这句话 是一个很难得 自带声音的一句话 那今天呢 这首我回来了 只是男权妈妈宣告付出之后的第一首作品 据他们透露啦 还会有很多首的作品跟大家见面 也请大家好好的期待一下 那好不容易又回归的男权妈妈 而且他们的MV也出了 我觉得去看MV的话 更有那种怀念跟 回到以前的那种感觉 那MV的铺陈呢 也是像他们一样 就是从小到高中到长大 就是一直陪伴着大家 歌词是由 词曲都是由张杰一首包办的 所以 我就可以就要支持一下 因为 大家应该也很怀念啊 就是如果以前都是听男权妈妈歌 长大的歌迷朋友 我觉得甚至有点 就是看到他们四个六个 站在一起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想要哭的感觉 就是哇 一直期待的这个组合 原本以为不会再有了 然后又回来的感觉 就有点像大家很期待 SHE合体的那种 那种氛围 还有棉花糖之前的付出 也是让大家觉得 哇 这都是以前的回忆 那好好感谢 也好珍惜 就是这一些音乐人 在这几年都没有 放弃掉音乐 还这么积极的 想要回来跟大家见面 我觉得是 觉得是歌迷的福啦 真的 大家真的要 知福惜福 感觉有点像 感觉有点像 词迹还是什么的 那就是第一首歌 我想要介绍的 来自男权妈妈的 我回来了 那第二首歌曲 我想要介绍的 就是来自我那个 已经解散的爱团 唐猫 里面的其中一位主唱 高真 发行他的第一首 个人单曲 叫做Freedom 我真的必须说啦 唐猫是我近几年 最喜欢的团体 没有质疑 必须得这么讲 唐猫对我来说 有一个很蛮重要的位置 存在在我心里面 就是我尝试自己去看演唱会 就是从唐猫的专场开始的 算是开启我看演唱会的一个 怎么讲 自己去看演唱会的一个 启蒙导师 就是 他们当初来台中开专场的时候 我身边其实没有这么多人 认识唐猫 所以我又很想要近距离 跟他们见面 或者是跟他们 听他们唱歌 所以我那时候犹豫蛮久的 就是我到底要不要自己 一个人买票去看演唱会 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情 但也好显 幸好我做了这件事情 让我可以真的踏入这种 自己一个人去看演唱会 也不会觉得奇怪的这种感觉 那真的很谢谢唐猫 而且那一阵子算是我 人生中真的是比较 漂泊 吗 怎么讲 就是我虽然有一个蛮稳定的工作 但我在里面得不到成就感 然后那时候都会听唐猫的歌 去度过那个时期的日子 所以听他们的歌有一种 更肯定自己 幸好我当初有决定 怎么做的那种感觉 对 而且呢 我的第一集podcast 就是介绍唐猫的歌 叫做走 我记得 掌声鼓励 鼓励什么 所以当时啦 其实当时在2020年 他们入围进取奖之后 一直都没有后续消息的那个阶段的时候 我就有一点羞到 哇 这个团是不是快要急急了 怎么办啊 尤其我又有追踪他们四位的IG 我发现三智开始去卖房子了 是卖房子吗 我不太确定啊 但我确定他在卖东西 然后 邵宇马不停蹄的 一直参与各大歌手演唱会的keyboard show 就是完全真的是邵宇老师了 真的是邵宇老师 那个时候看清风演唱会啊 看谁的演唱会 都会看到邵宇 在keyboard show的位置 发挥淋漓尽致 还有 我觉得韦里安好像也是 对对对 韦里安好像也是 就觉得 然后呢 另外一位阿兰 跑去参加森林之王 没错 就是那个阿兰AC 对 那高真呢 一直在摄影跟拍MV 那身为粉丝呢 就是完全感受不到 他们好像要合体的一点机会 No Never 完全没有 但其实后来看到阿兰 去参加森林之王 也真的很开心啊 就是觉得 好险 还能在音乐的路上 看到这个曾经的爱团 里面的成员还在努力着 还在发光着的这种感觉 那这次更开心的是 高真终于呢 发行了第一首的创作单曲 叫做Freedom 这首歌呢 据高真阐述 对他来讲是一首 别具意义的歌曲 那从开始创作到发行 历时一年多的时间 完美主义的他 在很多细节上下足功夫 那也因为会影像创作的关系 即将上架的MV 也会是高真本人操到的哦 就是从音乐到画面 都要让大家感受到 他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 那这首歌Freedom呢 原本在创作期间的歌名 叫做Car Drive 其实就是刚开始 还没有想到歌名 随便取 就要成个党的那个 只是存着啦 那我觉得 好险后来有改成Freedom 真的有一种 跟着高真的脚步 一起去到某个国度的感觉 尤其是第一句中文歌词 进来的地方 天边透着属于自由的颜色 这歌词很酷的地方是 每一个人听到这里 会在脑中产生 对他来说 自由的颜色是什么 那我的呢 就是湖泊的颜色 那种蓝绿色 然后又有一点 波光灵灵 白白亮亮的感觉 有点微风徐徐 凉凉的 所以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 就是有一种 心静自然凉的体验 那从发行到 录这一集Podcast呢 我几乎每天都会听这首歌几次啦 上班的时候也会听 而且我很喜欢这种 大量和声的歌曲 这首歌就是那种 充满大量和声 或是重唱的歌 尤其后面那个 我不知道让大家听不听到 我真的太想分享了 后面那个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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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看一下 哦好像有啊 这里这里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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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e 整个都是和声 有没有有没有 feel her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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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 后面这边 love 就那个love 还有后面后面后面 后面还有一个 后面还有一个 这样 后面这边 你们自己回去听 他这一句话是 这句话是 are spirit right light just like your song 他有一个很低的 很低的那种 这有一个很低很低 很骚的那个声音 很骚的那个低频的声音 我不是说 我是说 骚痒的那个骚 骚到养住的 骚到养住的那个骚 很赞 然后后面后面 开始那个 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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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到 有一个很高的和声 那个 嗚 好,再一次 你們應該聽得懂 有一個那個 就是這個 那個 好煩喔 真的很 然後最後那個 Can you feel it in the ear 就這裡 It's the freedom we all share 你們聽你們聽 來來來來來 有一個 最後 最最最 最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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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慢慢的 就這句 就這句 來喔來喔 然後 有沒有聽到這個 Electric Guitar Electric Guitar 好啦,我們跟大家講一下我聽到什麼好不好 太想分享 他那个和声真的太好听了 烦耶 真的很烦耶 就是呢 那个最后面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可爱的地方 就是他把那个Electric Guitar 从左边Pan到右边再Pan回中间 就是有一种 最后走到目的地的感觉 拍手 不是为我拍手 是为高增鼓掌 就是 会很期待他之后的作品 还可以怎么样玩出 更多他自己的东西 然后也希望 他所想要表达的东西 可以透过音乐 透过创作 吸引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歌名 我自己真的是 从那个出声无畏 才认识到他们 所以以前的Space Cake 老师说我很不熟 但他们这几个 还在音乐圈的神人 我觉得必须红 好吧 必须让他们红 而且高增的辨识度真的很高 他唱歌声音的辨识度很高 听过之后再去听他唱吉他歌 其实马上就能够认得出来 所以恭喜 真的恭喜 然后也很开心 能继续听到这么棒的创作人 持续在乐坛上产出新的作品 让大家享受 真的 享受 再拍手 以后不知道干嘛去拍手 所以补充那个时间 对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第二首我想要介绍给大家的歌曲 来自高增 Freedom 然后最后呢 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这一集有可能会在24号或是25号的时候 会 就是发布 那26号马上就是我们的选举日了 不管你支持谁 我希望啦 就是 这种 全民大家共襄盛举的事情 都可以好好的去投下你支持的一票 但我应该很难 因为 我 甩车甩成账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出门 对 就是希望有时间的大家 可以好好的去投下你支持的那一票 我觉得这是一件蛮酷的 就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投票这件事 就是我们有这个权利 有这个能力 那就应该要好好的付诸行动 对不对 就如果你不喜欢谁 你喜欢谁 去支持一下 或者是用什么 其他的方式上下架什么花钩 之类的 对 我觉得这是大家自己的权利 不要浪费掉了 所以 好不好 加油 加油 加油什么 不知道 我鼓励大家去投票 毕竟这是全民大家都可以做的事情 你只要符合这个年纪 你就可以去投票 那有何不呢 对不对 虽然 我可能正要思考一下我的脚到底可不可以 礼拜六的时候这样子出远门 因为离我的投票所 有点距离 如果骑车的话可能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我现在对骑车其实是有点恐惧的 而且又下雨 大车要两个小时 我都可以到台中 所以我会思考一下 但如果我可以投的话 就是我如果脚OK 其实我还是蛮想回去投票的 对 那就 今天分享到这边了 也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期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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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